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机构改革方案 地方只留下省县两级 广东大概也有将近一百个县吧 那就地级市就没有了 是吧 比如说那个广州市 什么清远市 云福市 佛山市 是吧 赵庆市 是吧 比如说这个湛江市 汕头市 朝阳市 是吧 朝州市 然后这个这个 是吧 中山市 没有中山市 中山市县级市 珠海市 是吧 然后包括深圳市 是吧 包括梅州市 对吧 韶关市 基本这些就没有了 是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能省了很大一部分开支了 这个夯实基层力量 检法两院 检法两院啊 就是检察院和法院 每个省合理设置五个以下的地区中院 地区啊 他以后将来可能推广到全中国 那就是五个以下的地区中院 过去是每一个地级市 都有一个中级人民法院 那以后是吧 比如说原来有十个 有的有的省有十多个地级市啊 那就三个左右就合并成一个呗 是吧 本来也不需要那么多 都是养闲人 养尊处优 贪污腐败 都是这个啊 那么 环保和自然资源局合并了 然后城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合并了 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原来的工商局啊 工信局和农业农村局统一合并为科技与产业发展局 就是管工业的和管农业的就合并了 其实你都不用 是吧 很多国家都没有这些局 对不对 人家一样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发展自己的产业 对不对 还有财政与税务局合并为财税局 就共产党这个胖起来了 再消肿 消肿了 完了过两年又胖了 又消肿 就不断的这个机构啊 精简 机构精简 共产党说了好多回了 啊 是吧 毛泽东那会说没说过 我不知道 应该就说过 啊 因为什么呢 给苏联得罪了 五十年代末 苏联撤资了 然后一下就没没饭吃了 知道吗 中国原来靠苏联 靠了至少有十年 后来没饭吃了 后来当时有个口号说 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咸饭 就把北京很多人给轰农村去了 那会还不叫轰 就叫做动员 后来毛泽东折腾啊 文化大革命 到68年折腾不了了 解决不了就业 对吧 又让上山下乡 给那个年轻人 老三界都给上千万人 轰到农村去了 是吧 他们无能啊 治国无能 然后还要高举一个什么什么 伟大的口号 你还得服从 多可恶啊 对吧 后来从79年 49年所谓的建国 59年迎来一次大规模失业 再加上大跃进饿死人 是吧 他们的罪恶庆竹难说 然后到79年 是吧 邓小平又开放 对美国开放 他这回 他烧香 他烧对了庙门了 过去你烧香 你找苏联 苏联还惦记从你这儿 拉一大块肉呢 从你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呢 对吧 只有美国给了你技术 开放了市场 对吧 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恨美国 为什么恨美国呢 他不想让中国变成一个多党制国家 他要 说白了 也不是共产党 是共产党里的高级干部 这些家族 他们从这里边获得巨大的非正当利益 然后人事和编办合并 人事局 人事厅 编办 就叫机构办 是吧 这个就过去 你看有一个中央 什么什么机构编制办公室 是吧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说是李铁应的哥哥 叫李铁林 是他哥是他弟 反正叫李铁林 然后他当那个头 说那个谁 傅政华 不在公安部当副部长吗 傅政华想当正的 说给这个李铁林送了三千万 结果也没办成 或者就想黑他 是吧 他也没脾气 共产党里边也是黑吃黑的事 特别多 在北京有一波骗子 就是外地来的小官 甭管是县太爷 还是地级市的 或者甚至省里的 中央我熟 我谁谁谁都认识 我给你给我钱 我给你办 我让你升官 结果几百万几千万都打水漂 这种案子也不少 也抓了几个人 有的他就认了 他就是 他也不敢说呀 这种事 是吧 然后他也就吃个哑巴亏了 有的人不认就去报警 去报案 就把那些骗子抓起来 是吧 这不就像很多贪官 家里边失窃了 他不敢说呀 他都不敢报案呀 爆烂 你这钱哪来的呀 和你的收入吻合吗 对不对 当然 你要地方上能摆平 有的事也抹平了 前一段 去年我还做过那节目 是哪个省 是吧 县长或者县太爷家里边失窃了 后来把贼抓了 抓了之后 把那个那个失窃的金额 公安局 给你做小 是吧 比如说丢了五百万 就说丢了五十万 甚至五万 也有这种的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就黑得不得了 最黑的是官场 民间也有很多龌龊的各方面的事 然后说尽量一个地方 只保留五十个以内的局 办委院 五十个以内 原来是多少 一百多个 五十个也多呀 你看阿根廷 十八个部 缩减成九个 人家给米莱上台 人家才十八个 是吧 很多国家 哪有那么多部委 哪有那么多机构啊 只有中国 完全没必要 但是共产党认为有必要 他得养着他们的 亲的热的呀 从这里边捞钱呀 其他的部门能撤就撤 能撤就 就不病 就是如果能撤掉 这个机构没有了 就别合并 能病就不留 能合并就不留了 设立一个五年的过渡期 这又五年 这帮孙子又吃五年的闲饭 又捞五年的好处 又鱼肉百姓 又五年 五年之后呢 也许他就退休了 对吧 他就安然的 他就 是吧 他就躺平了 他就平安着陆了 对不对啊 因为我们人口的高峰期 63年到73年 63年 今年都退休了 对吧 73年 也都50 是吧 47加上23 不对 37 27 加23 今年也50了 正好也该退休了 人口的高峰期 为什么是63年啊 58年到60年 饿死很多人 人口在下降 后来吃饱饭了 哎 才开始又多生 是吧 保暖 私淫欲啊 对吧 到73年 我也是70后啊 我们那会儿 那班里 一个班 四五十个人 挤的那个 是吧 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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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 圣职两个副职 同时实行优胜劣汰 尽量淘汰庸人闲人 什么叫庸人闲人呀 庸俗的平庸的 闲着没事干的 我看你们这些公务员都是闲着没事干的 都让你们呀回家才应该呢 对不对 你们都应该尝尝老百姓的滋味 让你们吃不上喝不上 让你们吃大苦受大泪 让你们天天受气 对吧 进一步压缩编制 对于临时性的阶段性任务 可以实行政府雇员制 任务完成 待遇兑现 事了人去 雇员 就是说临时的 有一个项目就雇你来 这个项目结束了 你就走人 就一次性给你多少多少钱 说好了 尽量打破铁饭碗 还尽量啊 中国好多词啊 原则上怎么怎么的 这个东西都给那个后门都给这个不守规则啊 中国呀就是一个烂国家 真的这个国家的体制文化这个方方面面都很烂 还有就是体制内外 社保的退休待遇一致 这就胡说八道了 怎么可能 有人说什么退休待遇双轨制 他不是双轨 是多轨制 对吧 就体制内 还有歧视链 还互相瞧不起 还有的人拿的多 有的人拿的少 体制外更别提 你没有待遇 对吧 政科实质以上的公务员财产 一律网上公开公示 网上公开公示 缩减财政开支的同时 尽量实现社会公平 怎么能实现呢 谁来实现呢 对吧 中国比台湾都落后了一百年了 在政治制度上 对吧 比日本比韩国 对吧 你别说比西方了 你比亚洲的周围的近邻 你都差远了 哦 zuf幸这 produção